Hello 各位网友 大家好 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纽约本地时间 8月2日星期五 这两天很热 未来的几天都很热 今天好像在一个焗炉 多谢各位观看 点赞、留言 二十五大道八十六街 继续继续继续 非常多谢他们 继续努力在这儿 为了保护社区的治安好些 没变得更差 在这儿努力的一切感谢你们 今天气温摄氏三十几度 大概是三十一月 在十九个钟之前 罗利特的留言给我 其中他有这样写 市长的行为真的令我们失望 但听闻有不良的地产商 还继续鼓励周边的业子卖屋 不知道是否真的假的 这是否表示就算抗议无效 大家都很关注这个问题 哎哟 这只白甲真可怜 他的脚受伤 祝你早日空服 不过希望你好了之后 不要再留在这个地方 不属于你的 你摸这么多屎在这儿 你们摸这么多屎在这儿 真的很骚髒难踏 免费住 免费住 又有人威卖你们 当然不舍得走 对吧 一般我们称呼无家可归的时候 基本上是不会称呼 黑人无家可归 或者是中国人无家可归 例如滥用药物 精神病患 这些你有没有说 无家可归者 包括以上所说的 我并没有说每一个都是 但是无可否认太多 游手好闲 好吃 懒做 是不是这么说的人 抗议有没有效 我暂时 或者大家都没办法 很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 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 这个社区一定是更差的治安 更差的环境 这个一定就是 起码是一个肯定 可能天气太热的关系 这两天 看上去人就没有太多 年纪大 都不希望他们坐太久 这么热 有谁不想在我家坐沙发 看电视 在这里 经常要在这里 支撑下去 辛苦了 没办法 因为真的不想 这个社区会变得更差 因为已经是 多骯髒 和治安 多差了 已经 今天《世界日报》 都已经是 报道了出来 无量地产经纪 在怂恿布鲁鱼86街 邮民所附近 居民卖屋 上个月 建筑商 试图强行开光 导致警民冲突 暴发事件后 华社对围绕邮民所 建案的议题 变得更加敏感 近来有一名地产经纪 趁机 通过恐吓手段 写信给建案 附近的华人居民 游说他们 尽快卖屋 该区的州议员 William 呼吁该区的屋子 如果接到这类的信件 应该跟他们的办公室 联系 是 这一区的州议员 它是有一个副本 那封信的副本 给大家知道的 那个经纪是这样写 如果你是该区地点附近的屋子 请务必考虑对你的财赚和财务未来可能造成的影响 建议屋子出售现有的房产 可能是你和你家人最重要的决定 信中还写 买屋者对市场的看法 会随着他们出现的疑虑 以及需求减少而导致房产价值下降 时间所剩不多了 信中继续说 屋子就应该立即和地产公司联络 以了解更多的资讯 在邮民所建造之前出售 确保你的财产 应该是财务未来 这封这样的信就是 有一页是英文写 另一页是中文写的 而计就不只是针对中国人 中国人的居民 民众最先在84階 隔二十三大道附近 发现这些传单信件的 我怕店铺都关门了 所以我买了东西才去 继续现场支持 不只是拍视频 自己都会坐下 或者是站住 敲打下 该区的州议员就说 很明显 一名无良者正试图利用 社区紧张的情势 谋取经济利益 这是对社区的破坏 我们绝对不能容忍 他还表示 这件事已经是通知了 州务厅 要求进行全面的调查 并指绝对不允许 有人用卑鄙的手段 来撕裂社区 来自于我们家里种的 节瓜粉丝 虾米 那个州议员呢 还继续说 我们必须 证实是谁在做 就是谁在做 谁在做 这件事的 然后用法律的手段 来制裁 我们必须 他还说 希望呢 即是他呼吁 民众提供任何线索 若有人收到这类型的 类似的信件 可以是拍下照片 并且email给他 那他的email address呢 等一会就放在留言区 给你们看 似乎看到未来的灭死精英 是吗?BB 现在只是一只BB猫 他不知道我拍他 叫一下他先 店里有音乐 我有叫他 才抬头看我 这个抗议活动 真是不容易成功 需要更多的人 可以站出来 未来的周末 希望更多人去支持一下 要不然只剩下那班 上年多的很吃力 尤其是 多些人在 他们的气氛也好些 那我就不太空 好像以往那样 在超市 读一下价钱 这些这样的视频 我要趕回去那边 其实我也有原类过的 有个人是示威视频 那些人会不会抵我 不信呢? 不是个个都是十分支持的 会明白我在做什么 或者是 已经比我更加明白 这件事的人 那当然他们都会支持的 那 我不想为了拍视频 而拍视频 那有些 我觉得有意的事情 都自己都应该去坚持的 如果有一天 连我都不在这个世界上 那我希望他们的下一代 都看到 上一代是怎样 在纽约是 捱过来的 怎样努力生存 怎样令生活更好 而延续到下一代 在这里 再一次感谢大家 付出自己的时间 无论是你看我的视频 也好 尤其是他们付出他们的时间 在这里抗议的民众也好 非常非常多谢你们 那这个视频就在这里结束 多谢 希望你们继续关注我 和支持他们 Thank you 可以 打开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